炖了两个多小时的鸡汤 炖好了 开喝了 放了山药 鸽子屏幕的是香喷喷的 三哥他不这么喜欢吃肉 叫他打鸡腿 他都没大 不管了 让他喝点汤也好 补充点营养 今晚男朋友不在家吃饭 就跟三哥懒得炒菜了 就喝个鸡汤就好了 还好烫哦 炖了两个多小时 我打个鸡腿来吃 这比较脆的 还是有点自言自语 买了这个土寒山 5块钱一斤 三哥应该比较喜欢吃 不理人 很粉的 刚咬了一口 三哥已经吃完一碗了 要再去打 多喝点汤 煮肉饭 不吃饭就多吃点山药 不知道捞点啥 妈 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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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烫饭 我不吃饭 肉就打了几块 比较喜欢吃山药 下次继续炖山药的 吃饭 我吃饭了 有盐 我去给你吃饭 不是冬的 烫烤的 吃的 真的吗 烫烤的 老师用手机当习惯 满过就吃 Fi 入夜传 пер 我师父应该翻 犯оду 油饭糕 不知道大家知道没有 这个饭都不消停一会 不吃肉就吃山药 炖了半根山药 没有了山药被山隔吃完了 炖了好多的肉在这里 肉都没吃到 鸡肉都没怎么吃到 鸡腿也在这里 鸡翅也在这里 炖了半根山药 山隔吃完了 我就吃了两块山药 可能比较喜欢吃山药 下次再多炖一点 还剩了半根在这里 下次炖汤的时候再放来炖 这是从老家带上来的姜 妈妈种的 炖汤的时候可以用 都不用去买了 这里都可以用好长段时间了 山哥都不怎么吃鸡肉 吃了一点点 现在要吃糖泡饭 我吃饱了拿碗去洗 三个吃饱了还在洗碗 我把锅里的肉打出来了 还有汤 再放那个山药进来 再炖一下 因为他比较喜欢吃山药嘛 炖着每天早上醒来 一热就可以吃饭了 把这个手套戴上 这个质量也挺好用的 也是在小河的橱窗那里 好物跟大家分享哈 修山药啊 芋头啊 这些我都会手痒 就会带着这个来修 就方便一些 洗碗也是带着手套洗碗 这个槐山已经切好了 倒到锅中里面 炖个20分钟这样子 因为这个鸡肉已经炖好了 就不能再炖了 再炖这肉就太烂了 就不好吃了 把这个盖上 三哥要去丢垃圾 洗开房间的垃圾 好多不房间的垃圾啊 没洗脱垃圾没 我房间垃圾了的 这样去把他房间的垃圾拿一下 哎 给他垃圾通啊 给垃圾通垃圾脱 这个泥一个 那里的垃圾也是他弄的 这样倒到袋子里面去拿去掉 他之前吐在那里 又没套垃圾袋 他吐的口舌在那里黏住了 倒不出来 等下再拿水来冲洗了 不然他去洗 他吐的弹在里面黏住了 拿水来烫一下 先去丢垃圾 好好好呼吸 冲干净了 等一下叫三哥来 叫他烫一下垃圾袋 刚刚在房间 看到三哥丢垃圾没上来 在楼下 在房间这边看看三哥要干嘛 可能就去散步 留单留单 等一下他就上来 现在我喊他上楼了 他现在往回走了 干嘛 你打死吧 有点火 老人 很快 果然 不是 这是 就这样 那 有点火 咱们 又